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文学家为此写下欧哥的篇章 许多心理学家为他们的心灵找到学理的依据 不管他们怎么阐释 分析 至少你同意 孤独是人生的基调 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并不陌生 你记得你很小时向母亲伸出虚索的手 却等不到一只温暖的手回窝 你记得所有在田野独自吸完的时光 你记得每一次在热闹的人群中那不由自主的冷急 你记得你在有伴的孤独过程中如何学习和自己相处 可以说你很习惯孤独 你只是不习惯和孤独的人共处 婚后你和丈夫回家 农家还是农家 少的女主人打理 似乎更加破败 你必须担起震衰起壁的工作 虽然你并不擅长 首先你把一屋子的空保利笼便当盒丢出去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数一数有多少个 那么你便知道女主人离家多少日子 接下来你把老旧的只剩荧棺点点的黑白14寸 换得大一点 新一点 彩色的电视机 你还烧了一顿饭 不怎么可口 却有家的味道 然后你们去散步 为什么要去散步 这么久了你其实已记不真切 也许是年节的气氛 团圆佳姐不都该合家出游吗 也许是你觉得她在那藤椅上窝座 都做出一凹人形了 想必对健康有损 也许你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不经意脱口而出 我们去散步吧 她应声而起 你来不及转换话题 你丈夫驾车到离农家最近的民盛 傍晚的澄清湖除了湖水清城外 斜博细阳演印更添隐约美感 有赏运动的人不少 你丈夫借口连夜开车疲累 要在车内休息 于是你只得和她二人缓步走向湖边 晴日虽冷 纳京东洋笼罩整日的湖畔 一面吹来的风却是和暖的 但你有些紧张 就算你把身边这人当作自己父亲 也不能舒缓几分绷紧的情绪 因为你也没有和父亲散步的经验 一家之主为生计忙碌 总是步履匆忙 哪能和你如此悠闲的跺步 你侧眼看她 和你丈夫相似的样貌 霸气的浓眉 粗犷的落腮虎 下巴紧敏透露出坚定的意志 你只和她相处半天 以为她并不难处的感觉并不准确 你只是在心中沉吟 她到底属于哪一种孤独 英雄豪杰 心比天高 绝重名浑浊而感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陈前自求 自愿离群所居 追求性灵的孤独 或是孱弱老病 重判清理 孤苦无医 她那在夕阳光影下更显明的 回之不去的孤独的暗影 到底是哪一种理由 你不知道她的记忆停留在哪一个时空 你甚至没和她说上一句话 你们只是各怀心事 沿着湖边向前推移 走着走着 游人见息 这就是散步吧 再绕半圈就可以踢一转为城 你正这么想 突然 她对着迎面而来的一位妇人 对着从你们身后擦肩的男人 说 这是我媳妇 什么 这是你问 在心里问 最靠近你们 也许听到她突如其来的 这一句话的一句路人 停下脚步 看了你们一眼 又继续自己的路程 这是我媳妇 她听到你心里的问话 又说了一次 你看了看 她那腼腆而有几分骄傲的神情 忽竭一股热气冲上脑门 在眼眶边绕啊绕 寻找出口 原来她这么在意你 这么在意她人生的新角色 你仿佛明白孤独的理由了 你记起你才说的 孤独是我的原香 我纯粹美好的原香 既然孤独是一种宿命 那么再多的解释 都是没有意义的 你让那长着厚茧的大手握住 让她疏散她的孤独 伴随那沉落下的夜幕 一起三向天地 你也没有声揭住 也没有声揭住